整个开发超顿顶QQ风风景区 关区将进行超顿顶北达里 集水区的压轻整体 观众里面前也在港部处的人员 北董事下正认识会下 以下这个地理工程的 困做三期来进行 观众里面前也表示 QQ风风景区的疫情 没有破坏地形为 完全来进行开发 也会过今来办理压轻的改善港条 QQ风风景区的开发案 因为初衷导致的疫苗无关 观众国定将来进行 北达里集水区的压轻整体 最后水土不齿 不过因为范围已经跨 不仅以后分为三个港条来抵立 我们这个开发案尽量是以保住生态 不破坏整个地形为原则 所以今天因为我们这个案子 要VOT案已经照标了两次 都要来投标的 这些公司医院很少 所以我们想办法说 我们第一次先把学徒保持 先把他来做好 所以今天县长来看 我们这些区域保持要来做 观众表示 在第一期港厅万事医药 将会继续进行卓标 那是由万不出生万一投资 观众中会自己专闭经费来开发 达做生态保护 尤其可以让民众 休息在观众游乐区 看把学徒保持要改善 我们先改善了后 如果没有企业 没有人要来投标 我想我们县政府 我们就自己来规划 来做开发案 县政府自己来做 这样会比较快 不然都已经等了三年了 都没有人愿意来投标 赶快把九九峰建造成一个 生态保护的一个游乐区 提供给观众客到南投县来 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休闲的观众的场地 像这边我们以后也要规划 像那个木雕街 还有其他类似的露营区 都可以把它规划出来 QQ峰是超顿定来的地面风景 管理是最重要的是 心态很苦的开发 并表示会以保存心态 不迫害地形 为完整来进行 尽数中压家改善经历 好开发案顺利完整 接着就算参谱到 请不吝点赞订阅